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李双林 我们来看一朋友的提问 我村庄有一家 以前地基在生产队上是杀牛场 前年修起来的房子 家中人不顺 得奇怪的病 老师 像这样的宅基地有化解的办法吗 它这个呢 其实不涉及到风水的原因的 因为风水跟这些没关系的 但是呢 我们在看风水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这些问题 特别是像有一些发生过凶案的现场 或者说过去行刑的地方 要么就是屠杀动物的地方 这些地方都是阴气非常重 怨气非常重的地方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不建议大家在这个地方修建房屋 那么要等多长时间才可以呢 一般来讲最起码 就是最起码都要等个一两个运吧 就时间要长一点 要让这个地方进化一下 种点庄稼 做点其他事情 过渡一下 你才可以用 如果拆掉你就用 过中间间隔时间 并不是很长 那是不可以用的 类似的案例呢 我们也看到过很多 有些事情很神奇的 所以有一些东西真的是 不好说 就有些东西 它不一定是风水在影响 它可能是一些很神秘的东西 很神秘的信息在干扰 在影响 包括你修房子 如果房子下面有坟墓 一定要把它迁坟 要迁干净 如果你没有牵干净 牛油尸骨 人住在里面 就会得一些怪病 或者说这个家里面 就会出一些出马仙 神神叨叨的 出一些这样的人 得精神病呢 所以要注意 那么我们如何化解呢 这种的话 就像吃药一样 有些病它是实症 它是可以通过药物来治疗的 但有些病它是虚病 它不是实症 就说你有这个症状呢 到医院去检查 各方面都很健康 没有问题 但是你的确有这个病呢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段来化解 这些问题 其实在视频上公开讲 不太好讲 这个有个字 用的不好呢 就会被删掉 这个可以送经嘛 可以引导家里人送经 比如说送地藏经 回向给曾经屠杀过的一些牛 羊啊等等 回向给这些动物 回向给它们 然后呢 家里面可以供一个地藏王菩萨的像 基本上就会平安很多 这样子是会比较好的 比较究竟的 比较圆满的一个处理方法 不要去用什么很强制的手段去处理 这样的话不太好 是吧 要有慈悲心 我们叫做要慈悲对待一切众生 这个众生是包括六道之内 所有一切啊 它不光仅仅是指我们人 这个问题要明白 那么我们以后呢 在修房的时候呢 有几个地方你都要注意 比如说这个地方曾经是寺庙 哪怕是一个土地庙 你都要注意啊 其次的话就屠宰场 然后就是医院 然后就是坟墓 当然如果已经过了很多年就没关系了 那么这些地方都要注意的 包括一些感觉很不太好的地方 都要注意 特别像这个地方曾经是窑啊 就是烧砖了 像以前的话 这个七八十年代 基本上每家每户 在我们四川这边都会开一个窑 烧砖修房子嘛 那这个窑上面也是不可以盖房子的 那么如果这个窑的旁边 选阴地也要注意 因为这个东西呢 毕竟烧了很长时间了 它是有一定的煞的 它需要回田再等很多年 这个气场才会平和 有句话叫火烧四面光 所以住在窑上的人 他家里人丁很差的 财运也是很差 健康很差 这是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这样给他建议吧 对吧 这个你只能说作为一个建议啊 你也不能强行的去改变什么啊 因为至于他们听不听 那是他们的事情了 这个也要讲缘分 讲缘法 不可强求 所以这是我们要避免的地方 包括我们到城市里面去买房子呢 如果人住的很多呢 还好 如果你是买别墅 独栋的 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曾经我这块地是干嘛用的 你一定要了解 有些时候你花个几百万上千万 你买了过后你就会很后悔啊 所以一定要了解 这块地曾经是干嘛的 曾经做什么用的 是吧 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 你要了解 你要问一问周边的人 你要在网上去查一查 这是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说到这里啊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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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